可以嘗嘗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新舊南河是挺好的一個語言 而且我覺得講的不管聲音還是你說的都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這個做起來還是挺難的 因為這個傳統的東西還是蠻難改的 舉個例子的話就是中國就是說 這個百年的媳婦熬成河對吧 做媳婦的跟公主國關係不好 婆婆一般比較折磨媳婦 就比較多年以前 就比較傳統的東西 舉個例子的話 如果媳婦被婆婆折磨了很長時間 她變成了婆婆 你會想她不再去折磨她的媳婦對吧 可是她覺得這是她的機會 因為她已經被折磨了吧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蠻難改的 因為這座歷史 不是那個媳婦 不是這個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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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她做媳婦 她在做媳婦 她的媳婦 不是這個媳婦 我覺得原因好 因為你是做爸爸 你不是做母親 真的 她做母親 因為我是有一個兒子的女兒 我原來我不理解 可樂以為這個兒子 真的是這個媽媽就是喜歡 我也是 她這個媽媽很 真的是 我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呢 就是從媳婦來說 因為她這個媳婦 她喜歡這個兒子 我想到她兒子 當她 她這個婚禮後 因為她這個兒子 她一定成為 她就不會再依靠母親了 她就會 因為她的那個太冷靜了 所以這個女兒其實是記者 所以她折迫她的心 所以她折迫她的心 不是因為她 婆婆折迫她 所以她也折迫她的心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並不是說她的原因是什麼 我只是說這種現象 就是說 這種現象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哈哈 哈哈 婆婆折迫她 她當好結論 或是她折迫她 她折迫她 這可能是你的折迫 就是 哈哈 哈哈 我沒信 就是 原因是那樣 可能也不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需要一個 新的一個平台來改變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 就是說 就是說你需要一個 你在 現有的環境 和現有的去 去出一個新的東西 還是蠻難的 我是這個改變 就是說 就是說 本身 需要一個平台 我就從理論上說 就是說 不管是讀生堅也好 還是你現在 就是說 給大家分享也好 或者自己 比如說 從評論的一些認識也好 從理論上說 這個概念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說 有的時候 比如說管小孩也好 也知道是 用自己的標準 來給五歲的小孩 是吧 或者九歲的小孩 但是 你在做的過程中 你還是這麼做了 就是說 就是你需要一個新的平台 就是你總在這個平台裡 你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 就是說 一下子 就是說 換成一個新的環境 我只是說 這個是比較難 就是說 比如說中國以前 就是說 現在可能好一點 現在其實好不了多 就是以前 比如說 在北京 在北京上學的時候 那時候 就是說那個 機公共汽車非常擠 然後比如說 我在 比如說 在中華春節 上車的話 然後我就 不管車上有多少人 我都要擠上去 對吧 等我上了車 下一站 我就誰都不想上 你懂的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 都有這個現象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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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你愛你男兒子 當然如果做了 愛你的媳婦 是一樣的 請求他跟你男兒子 一樣的 一樣愛她們 你就不會就只要跟你的媳婦 好 讓我這個做媳婦的 OK 我跟我先生結婚16年了 所以我做了16年的媳婦 那我想在座的 我不曉得 在美國來 你們的媳婦呢 是跟婆婆同住的 包括這位先生 你不是做媳婦 也不是做婆婆的 我曉得Key 你是 你當然是做媳婦的 但是你的婆婆 有沒有跟你同住 有有有 現在是在 那我的婆婆 這位白髮的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婆婆 我的婆婆 那我想分享一下 我這個做媳婦的 那個感受 那我八年前信主之前 我是覺得 我嫁到你家裡來 我是嫁給你 我為什麼要嫁給你全家 我是跟家裡一起住的 所以呢 只是就是說 那個 當你是做媳婦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去體會到 那個做婆婆的心 那當我自己有孩子 我有兩個兒子 我以後也是要做婆婆的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在我自己認識主之前 我們不是說 就是說 我們大多數的人就是說 我 我是第一個 就是說 你大多數是說 考慮到我 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馬上就是 直走就是直向人 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那個時候 你是看不見 你一個手指指出去 你另外的四個手指指 就是指向自己 但是我們在沒有認識主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個謙卑的心的時候 當發生充足的時候 一定是對方不好 你想我們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年齡層 我們的 站立的位置不一樣 perspective也不一樣 同樣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 我的先生他是兒子 他會被架在中間 不看到兩方面 對 就像我們以前的矛盾也是 就是 傳統的 婆媳關係 一定是不會友好的 是不是 對 當然我們也是有 吵架什麼什麼 就是說你能夠想得到的 所有的婆媳關係 所出現的那些負面的 我們都體驗過 但是我是覺得 真的是感謝神 當我信了主之後 就是 上帝 就是說 耶穌的愛 祂會在慢慢改變你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 因為你信耶穌以後 你跟以前的不一樣 就是說 當每次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再不是把自己放在中間 你會跟神祷告說 不是說 你趕快改變祂 而是說 聖地請你光榮 我看我有什麼身份 有什麼需要改變的 為什麼做的不對的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對啊 其實我也是靈壓力持 很刁鑽的 嘴巴也是很不壞耶 對 就隱瞞這個 到那個時候的話 你就會退下來一步的時候 對方也會不一樣 所以 我們 2003年的時候 我感恩節的時候 就是復活節的時候受洗 我真的覺得 神在我生命當中 做很多工作 以前我覺得都是 祂不對不對不對的時候 那我會發現 其實有很多地方 我生命是不好的 而且你自己就說 真的是 你只要願意跟神 你願意在神面前 謙卑下來的時候 上帝會慢慢誇召你 你真的會覺得被罪啊 我這句話 甚至不應該講 或者我這件事情 是做得不妥當的時候 當你自己的生命 在改變的時候 對方可以看得見 感謝神 那我的婆婆 也看到說 這個教會 這個 耶穌 我這個 這麼繡巴巴的媳婦 現在好像不一樣了 我也去看一看 所以 也許以後你們有機會 可以聽到我婆婆的見證 那我婆婆後來 我們現在全家 都是基督徒 那我不是說 做了基督徒以後 我們就不會吵架 我們不會有不一樣 還是會有不一樣 因為年齡不一樣 對不對 站的地方不一樣 那個位置不一樣 生活上小小細節還是會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當你願意把神請來 你家裡掌權做主的話 任何的矛盾 當你在發生這個問題的時候 跪下來打抱的時候 上次就會幫到你 那個時候的那個矛盾 真的也不是說 就是我 媳婦好生婆以後 我要怎麼樣 反而是說 我可以在這個美國 特別是我們這個移民 到美國 這個時候未來 很多東西跟我們中國的傳統 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我們中國是養兒子 防老的 但是 我們慢慢在這裡學聖經 聖經是告訴我們 孩子長大了以後 要離開 父母和妻子的工作 而且你能離開的話 是不單是physical的 就是 不單是生子要離開 你的那個 這種 感情大 感情大就是要離開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說你能夠 引進這個心的 讓我們接受耶穌 我們這個心酒 裝在我們 當我們這個平常感情 都是酒的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更新 就是 你覺得這是我 作為一個媳婦的一切分享 我很抱歉用這個比喻 第一沒有做過媳婦 第二也 我這個比喻的概念 就是說是 比較傳統 就是比如說旧社會 不是說我們 我們現在新社會 這個不一樣 尤其在美國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自己認為 就是 我們好多討論的東西 可能就是 怎麼找到一個新的平台 這個平台 可能就是說 我自己還沒有找到 一個新的平台 就是這個平台 你怎麼用這個新的平台 來反過來看自己 就是說 你要是change perspective 你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 一個角度來 change 你不能用你現在的角度來 你不能用現在的問題來解決 你不能用現在的問題來解決 以前的問題 沒有辦法把自己給舉起來 對 對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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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講一下 我覺得 我想 補充一下夏威爾的工作 我覺得他 他問的問題 問的這個問題 實際上是在問 可能是很多木道友 想問的 比如說 講了很多新 舊皮囊 新皮囊 就是我們需要用新皮囊 來裝新酒 但是我想 可能很多人就是 想問那個 怎麼樣 怎麼樣更新自己 怎麼樣 才能夠 再 把自己做成新皮囊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 我想問 請他問 請問 你剛講到的時候 我想到另外一個 為什麼講的那個 就是 有關傳統的事 事實上 在我 我信主的時候 我父親大老五十歲 我父親五十歲的時候生我 五十歲 我生了五個姊姊 我是唯一的兒子 當然 那你知道 我父親是 是 是 清朝那個 什麼那個 是哪一個 童子還是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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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時候人生 所以他是一個 完全另外一個世紀的人 在他想法裡面的話 做兒子的 除了什麼養兒 防老 做兒子的話就是要 絕對不重要 要繼承這個 這個家庭 這個 這個家庭的傳統 所以我那時候 信主的時候 在美國 我打電話回家說 我要 我要信主了 他那時候在電話裡面就 就發飆了 然後他那時候當場就說 你 你怎麼可以 放棄傳統 你這樣的話 你就是 將來你就 也不會拿香 也不會來敬拜主仙了 所以他就說 如果你要信主的話 跟你斷絕 父子關係 所以 所以你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 傳統這件事情的話 最嚴重的話 會到這種地步 我相信 年紀大一點的人 可能 這基督徒可能 過多過少 有經歷到這樣的一個經歷 那 你說這個事情怎麼解決呢 我覺得就是 我當時的做法就是說 我還是堅持 我是說 我已經決定了 我要信主 你必須要尊重我 然後 那一年 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見到他 然後 我就坐下來跟他談這件事情 當然他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他很多年都沒有原諒我 一直到後來 他慢慢的觀察我 然後他看到我的行為 看到我 並沒有因為姓主 而不尊敬他 而不尊敬祖先 我還是尊敬祖先 可是我不把祖先當作一個 idol來崇拜 這中也有很大的差別 很多人說 基督徒不可以拿箱 可是 我在我們家裡的時候 每一年都還是 有時候就是 知道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爸都會說 我們要進祖先 就會把祖先的牌位拿出來 然後他就要舉箱子 然後 他要我拿 我也拿 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拿箱 基督徒怎麼可以拿箱 可是我拿箱只是一個simple 我並沒有把祖先當作 idol 來敬拜 我只是說 我對他們表示一個尊敬 因為 他們是 給了我的生命 對不對 通過了一代一代 把生命給我 所以我對他們是一種崇敬 慢慢慢慢我父親後來就接受我了 所以 所以我覺得說 像魏通講的說 你怎麼樣去找一個平台 It takes time 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基督徒 信了祖以後 你已經是變成一個新的人 一個新的生命 可是 這個 其實你信了祖以後 你還是一個小孩子 你要慢慢成長 我信祖已經十幾年了 可是還是一樣我 不只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我覺得我還是一個小孩子 我還是在學 你常常 都會發現說 你有什麼東西 是以前你不知道的 你的perspective 像音樂講的 perspective其實是一直在 不斷地改變 所以我覺得你也不需要很心急 我想就是 有些人認為說 是不是 我一信了耶穌 聖禮立刻充滿我 立刻就死 立刻就成聖 其實不是 成聖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我活得很 就是很容易聽話的這個說法 我一直認為 其實 就有的時候很難 從一開始就判斷 你的動機也好 你的背景也好 你的思想也好 其實它肯定是一個 不斷地演變的過程 因為我們每人都在 不斷地改進 都在學習 其實就根本 你在結束組的過程中 那些是 那 nooit 有 шир呢 下一 coup